离开了马景涛,吴嘉宜越活越年轻,与外籍小鲜肉开心度假释放偏信。 明星夫妻当一直是我们备受关注的焦点人物,而娱乐圈里明星夫妻离婚自然就成了一个避不开的话题。 有些明星面对离婚双方都是撕破脸皮抗战到底,但也有一些分开了还能做最好的朋友,比如马景涛和前妻吴嘉宜就是这样的一对。 也许有很多的网友感觉奇怪,马景涛和吴嘉宜之间相差二十多岁却还能组成夫妻档。 其实这个问题在多年前马景涛就已经用生活的阅历回复了大家,相信多半的原因也是因为爱才走到了一起。 而他们二人的离婚分析下来也是因为老夫少妻的实际问题而分开,感情的简单就是问题最需要面临的问题。 在嘉芝麻景涛生活中爱喝点小酒,家暴的事情也随之慢慢浮出水面。 对于吴嘉宜的演技我们还是喜欢的,作为演员他还是值得大家的肯定。 对于吴嘉宜的离开,马景涛没有迟已阻止,而是大方的表示为对方送上了祝福。 马景涛这样的做法可谓受到了网友们的点赞,男人的大度在这一件事情上尽显无疑,网友们直呼咆哮底购爷们。 离开了马景涛的吴嘉宜如今是越活越年轻,现年才30出头的他已经和外籍小鲜肉产生了感情,二人还在媒体上大方地晒出了一起外出旅游的照片,情侣服装更是换个不停。 而现在的吴嘉宜生活的方式更是与马景涛之前有极大的不同,许多网友声称嘉宜真是把健身房从室内搬到了室外,恭喜他。 从他开心度假的照片不难看出是放天性的他真是越来越美。 对于前夫马景涛这边,不仅仅是照顾好了二个孩子,而且还不时地为前妻吴嘉宜送上祝福。 看来这一对以前还是有真感情的,只是生活方式的不同和追求不一样才导致了离婚。 难得见到娱乐圈里的夫妻档离婚还能做到这么的开明和睦,恭喜他们双方都能幸福生活下去。 特别声明,本文为网易自媒体平台网易好作者上传并发布,仅代表该作者观点。 网易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。